親愛的弟兄晚安,我是志成 歡迎來到我們的直播間 我們今天要跟大家直播的內容是如何活出順流的狀態 順流這個概念如果你有在心靈圈待過一陣子的話 應該不會太陌生了 至少我是很久以前就聽過這個說法 不過語言文字的傳播它有這麼一個規律 也就是說一個概念它如果傳播的越廣的話 它就會變得越模糊 為什麼?因為每一個人都會在傳播的過程中 為這個概念添加一些自己的想法 所以隨著時間過去,隨著概念傳播的越廣 甚至這個概念本身會變得面目全非 比如說你可以試試看 去仔細的定義一下 仔細的想一想 在心靈圈我們最常用的一些概念 比如說像是愛 像是寬恕 像是平安 像是豐盛 像是合一 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你能不能非常清楚的把它們描述出來呢? 甚至加入自己的具體的體會呢? 你可能會發現蠻困難的 那麼順流也是這麼一個概念 看似簡單吧 不過到底要怎麼做到呢? 是說什麼也別管 甚至是什麼也不做 就是順流嗎? 雙手一攤就是順流嗎? 好 這概念好像很簡單容易 可是要仔細的去想一想的話 似乎又沒有那麼的簡單 那事實上呢 依據我自己多年的觀察 其實大部分的人在說這個所謂順流 可能都是流於口號比較多一些 也就是說真正能夠做到順流的人 據我來看還是蠻少的 那因為真正能夠活出順流狀態的人 應該是怎麼樣呢? 就是他能夠隨時感受到 這個宇宙的一個流動跟脈動 然後他隨時能夠聽得到聖靈的指引 OK 那麼如果聖靈讓他去哪裡? 他就去 讓他說什麼? 他就說 而且最重要的是 讓他放下什麼? 他就放下 即便是這具肉身的生命啊 他也願意即刻的把它放下 那所以 我覺得這倒是一個不錯的判斷標準 我們可以拿來問一下我們自己 就是如果 是這樣的一種順流的話 聖靈讓我們放下 這具肉身的生命 不管是什麼原因吧 那我們就即刻願意放下嗎? 那如果我們對這個 有很明顯抗拒的話 那麼 顯然我們大概還沒有能夠達到 所謂真正順流的狀態 好 那這個順流其實是一種心境 我們後面會講到 那 永遠不去跟任何人 甚至跟這個世界 產生對抗的這麼一種心境 好 那所以我們下面呢 也藉著三個區塊來跟大家聊一聊 關於順流這個主題的幾個重點 包括澄清一些我們可能會有的誤解 那首先我們來看一看 這個順流到底順的是什麼呀? 順的是哪一方面的流動才叫做順流呢? OK 那麼我早年在讀這個賽斯資料的時候 就在裡面有讀到一句話 就是說你應該要跟隨你的衝動 好 那其實對很多心理圈的人來說 這個去掉頭腦跟隨自己的直覺跟衝動 這就是順流 OK 但是後來學了奇蹟個人一陣子之後 就逐漸地去發現 其實我們的很多一些衝動啊 直覺啊 其實如果你不是經過常阻的寬束的修煉的話 那往往都是出自於小我 往往並不真的是出自於我們的靈性 或者是出自於所謂聖靈的那一部分吧 OK 所以如果你去跟隨你的直覺跟衝動的時候 這很可能並不是一種真正順流的狀態 那我覺得奇蹟個人它的一個好處啊 就是因為它的體系是很完整的 然後它的邏輯是很嚴密的 那就比較能夠避免我們剛才講的這個情況 就是說很多的一些概念 然後用來用去呢 就淪為只是概念而已啦 意思就是說大家愛怎麼用就怎麼用 然後就隨人解釋吧 反正每個人好像都有解釋權 都可以說上那麼一兩句話 但是你想一想 就是說這個語言文字做一個工具 那這個概念如果說大家愛怎麼用就怎麼用的話 那麼也可以說這個概念就已經沒有用了吧 因為都隨人定義啦 所以你能夠從中學習到的東西就幾乎沒有了吧 那這麼一個無用的概念呢 既無助於學習啊 而且它也很可能變成只是自我合理化的一個工具啊 比如說你可以看一看就是在心靈圈啊 宗教圈啊 比如說像是愛啊 像是寬恕啊 像是合一啊 這樣的一些概念 是不是往往會淪為我們所說的自我合理化的一個工具呢 我很早以前就發現心靈圈有這個傾向 包括起一個人的圈子 就是好像任何的一些行為 不管這個行為是出於什麼樣的動機吧 我們好像都可以去把它說啊 這個是出於愛 即便這個很明顯的就是一種攻擊 我們也可以說啊 這個內在的動機還是出於愛 那就是典型的自我合理化 那總之這就是為什麼我常常利用各式各樣的機會啊 不管是直播是什麼啊 就是去跟大家強調說 你如果想學起一課程的話 請務必要系統的去學習它 那一方面這樣比較不會被小我鑽漏洞 這是小我的一個強項吧 小我常常在搞這種事情 鑽空子 那另外一方面呢 也是去避免啊 就是我們以而傳而的去使用一些概念 然後講得大家都很高興 然後反正你也是愛我也是愛 然後我誇讚你你誇讚我 然後回家之後呢 其實什麼也沒有學到 那像這樣的情況呢 其實在靈性團體裡面 宗教團體裡面都很常見 包括我們常聽到一些概念啊 包括神啊 愛啊 覺醒啊 寬恕啊 自由啊 平安啊 等等等等 很多很多 但是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好像大家會覺得自己都有解釋權 好像大家都會覺得自己都有權使用 然後就隨意的去用 那這樣的話 其實討論起來 就是交流起來都會變成是一國走來 然後其實這中間 我們什麼也沒學到 OK 那所以再說回來 就是如果放在奇異課程的這整個體系之下 我們去看 到底什麼是順流呢 那順流應該就是 從善如流的一種狀態 那這個從善如流呢 就是要追隨聖靈嘛 那我想這樣才能夠比較清楚去定義 然後我們才有一個明確的學習方向 怎麼樣叫做順流 因為隨順小我 這大概不能算是順流吧 那所以應該是隨順聖靈 這個才叫做順流吧 就是說要聽從聖靈的吧 好 但是你看 問題就出來了 就是說 我們一開始在學習的時候 這小我的吸氣 是很重的 好 那所以呢 我們一開始在操練 比如說一天一刻 他讓你去聆聽聖靈 去跟隨聖靈 那這個跟隨聖靈啊 那包括去跟隨奇異課程裡面 他的一些課文告訴我們的一些道理 我們要去把它活出來的時候 你往往會覺得這個是違反你的直覺 違反你的衝動 那相反的呢 如果說你要去跟隨 如果你要去跟隨你的直覺 你的衝動的時候呢 誒 這往往是跟隨到小我去的 那我要說的事情就是 因為我們的小我有喜氣 有慣性吧 所以你順著這個慣性 就好像在順著直覺跟衝動 這個時候其實就不是真正的順流啊 因為你跟隨的是小我 又不是聖靈啊 OK 所以你看吧 這個順流並不是 隨便講一句說 我不管啦 我放下啦 我怎麼啦 我都聽他的啦 而其實是需要修煉的 而且通常需要相當長足的修煉 才有辦法做到真正的去放下我們的判斷 然後去追隨聖靈 而且在這個修煉的過程呢 你可能有很長一段時間 你會感覺到一點都不順流 因為小我的慣性 你如果順流就跑到小我那邊去了 那你要逆流 也就是說在修煉的過程中 慢慢的去改變自己原本的喜氣跟喜性 那這當然是逆流啊 所以就是說我們常常會有一種 好像在跟小我貼身肉搏的感受 好像常常我們練習的一些東西 要去違反我們的意願跟意志的那種感受 常常我們會有抗拒的感受 等等等 這個其實在修煉的過程都是很正常的 但是你沒有經過這麼一番修煉 或者說這麼一番逆流的過程呢 你也不可能走到最終的那個順流的狀態去 好 那麼我們今天跟大家談的是 就是這個到底什麼是順流 然後該如何順流 那然後各位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都很歡迎在我們右下方的這個討論區輸入 那我會在直播完之後 還會一一來回答同學們的問題 我們這個是公益直播 那之後我們直播間 偶爾 差不多一個月會有一次吧 也都會開這個公益直播 來跟各位交流交流 然後我們也會把這個錄音放到台灣的這個網站裡面來 然後台灣的同學們呢 如果聽完錄音之後有什麼想討論的 也很歡迎在我們的賴群組做討論 好 那我們剛才講的是這個今天的第一部分 那這個關於今天的第二部分呢 我們來跟大家談一談 就是說為什麼順流這麼的困難啊 感覺起來好像聽起來好像蠻容易的 但是實際你要做到要活出那個順流狀態 你會發現其實並不是很容易 那當過往這麼多年來 我也常常聽到人們在說 你要過著順流的生活 我這個就是所謂的順流啊 如何如何 這個話說的也倒是很好聽 但是如果功課真的來了 就是我講的是那種大的功課真的來了 就會發現這些說得冠冕堂皇的人 往往你要叫他放手 沒那麼簡單 但是你可以想一想 就是說我們如果不願意真的放手的話 那怎麼會能夠活出順流的狀態呢 大概也沒有辦法吧 對不對 那再放在奇蹟課程的這個體系底下去看的話 就會更清楚的多 就是我們剛才所說的 如果你要能夠真的順流的話 那你必須要徹底的把蠻移除掉 那才有可能啊 因為蠻他永遠是在跟聖靈對抗嘛 然後永遠是在跟上主對抗嘛 然後你會發現小我也永遠在跟這個世界對抗 也可以說基本上我們活在小我的思維裡面 不管是怎麼樣的一種思維 它底下幾乎都是隱藏著一種對抗的情緒在裡面 然後要去防衛 甚至要主動出擊 這麼一種對抗的情緒裡面 如果沒有對抗的話 好像我們就很難在這個社會上面 這個世界裡面生存 好像我們就很容易被別人給消滅 好像我們就會變成 人善有人騎馬善有人騎等等 那這個是小我的一個底層邏輯 就是對抗 但是當我們內在是這種對抗的情緒的時候呢 這個顯然就不能叫做真正的順流嘛 因為順流其實講得更直白一點 它應該是一種心境嘛 而並不是說你外面怎麼做嘛 外面怎麼做並不是很重要嘛 而是你的起心動念 永遠這個最重要的 都是我們的起心動念 所以你會發現 可能很多人他外表看上去是順流的 是隨順的 但是其實這個內心 在外表的隨順底下 就是說這是一個表象 但是內在卻有種種的抗拒 那這種外表的隨順 也有可能是基於一種逃避啊 不想要去面對啊 然後害怕衝突啊 但是這些個心態如果是抗拒 害怕衝突 然後逃避的話 那這些其實都不能夠算是真正的水順啊 都不能算是真正的順流啊 OK 所以基本上你要說 要達到真正的順流的狀態的話 肯定是你要跟這個世界怎麼樣 要相看良不厭嘛 你要跟你的弟兄相看良不厭嘛 那如果說是這個看什麼人就討厭啊 或者說想到什麼事情就討厭的話 那這個就不能算是真正的順流吧 好 那這個是我們今天跟大家聊到的第二部分 那下面第三部分呢 我們再跟大家談一談 就是到底什麼是順流的關鍵 關鍵在什麼地方 那其實我自己多年來 這樣子體悟下來 就是大大小小的諸多的事件吧 然後一開始在學寬俗的時候 學習怎麼去隨順的時候 也是跌跌撞撞吧 然後也是吃過各種虧吧 反正就跟大家一樣 這個學習的過程 那這樣幾年下來的體驗 就是順流的關鍵啊 其實也講白的很簡單 就是要放下判斷 而且是要徹底放下判斷 但這個學習無非是一個漸進的過程 那在這個漸進的過程中 誰也沒有辦法一下子馬上徹底放下判斷 但是你應該會發現 就是說 你放下判斷的 放下的越多 放下的越徹底的時候 那你內心 就是對這個世界 對弟兄 對聖靈 對上主的這個抗拒 這個對抗的情緒就會越少 然後你就越能夠做到真正的順流 那這個過程中 你也越能夠去感受到 就是這個宇宙 它的一個頻率是把你往什麼方向去引導 然後聖靈 它是讓你去走什麼樣的路 你就更能夠去感受到 這個所謂宇宙的脈動 或者聖靈的指引 那要是我們就是拼命的要去抓住我們的 這個主觀意識 抓住我們的判斷 我們自認為我們的判斷一定是對的 一定是好的的話 那你可能會發現 什麼宇宙的流動聖靈的指引 這些東西好像都像天方夜譚一樣的 非常的困難 很難去接通 甚至你都會覺得真的有這些東西嗎 你不要騙我了 等等 那其實並不是說聖靈不常指引我們 或者不願意指引我們 其實任何時刻 遇到任何事情 小我都在一直講話 然後聖靈其實也在不斷地釋放出指引給我們 那只是說我們以往是更多的願意去聽小我吧 所以往往會覺得說 這個小我的念頭跳出來 聽得一清二楚的 隨時都聽到 但是聖靈好像就很困難 那這個緣故也是在這個地方 是我們不願意去聽 那這個不願意去聽的底下 是我們還想要抓住 種種自以為是的判斷吧 那特別是這個基於小我的這個判斷 就特別是這個基於小我的判斷 自以為是的判斷 我們往往嘴巴上說放下 願意放下 但是並不是真的放下 就是真的課題 我們似乎並不是真的那麼願意放下 那麼內心其實還是隱藏了種種的預設立場 然後還是會跟聖靈去討價玩價 還是有預設種種底線 就是如果這個人他不要踩破我的底線 我就原諒他 我就寬恕他 如何如何 我就隨順 我就願意順流 這個其實都不是真正的順流狀態 這是有條件的一種寬恕 講的白一點就是這個樣子 其實這個所謂順流的過程 它往往要經歷一番的修煉 甚至經歷很多番的修煉 這是一個相當相當的過程 然後也是 也會是一個跌跌撞撞的過程 因為聖靈的判斷 也往往就跟我們的非常的不一樣 這個也是我自己經驗法則去總結出來的 包括這個世界它會把你往什麼方向去引導 它往往就是跟你想的很不一樣 那如果是一些比較小的 在我們看來比較小的事情 比如說可能去哪裡玩 或者說你去到一個地方的時候 你要走這條路或走那條路 這個比較小的 或者說 這個午餐要吃飯還吃麵這種 在我們看來比較小的一些事情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相對容易 但是如果這課題很大呢 比如說是跟工作啊 跟伴侶啊 跟孩子要不要生小孩有關的事情的時候 這個順流似乎 就是說的比做的要容易的多 那以我自己來說 我自己在就是七年前 從醫院離開出來交奇異課程的時候 其實在那個節骨眼上面 我本來想的事情是 那既然我現在暫時沒有申請到合適的醫院的話 那我就出來交奇異課程試試看嘛 反正也有一幫同學 學員他們希望我這麼做 出來開課給他們上來教他們 那我本來想的就是說 那我就出來試一年看看嘛 就是玩個一年看看 然後當這一年結束之後 我再回到醫院裡面去工作 反正一年的時間嘛 也不算太長 那哪裡知道呢 一出來就到現在了 七年都已經過去了 而且很快的我就堅定了我的一個信心跟願心 那我也收到聖經的訊息 我很清楚知道 我永遠不會再回醫院裡面去 這大概是七年前出了醫院之後 又過了幾個月之後 那我自己有了這樣深刻的感受 但是你必須要放下很多東西啊 就是包括就是醫師的這個頭銜嘛 還有所謂穩定的高收入嘛 然後就是說這個職業的一個光環呢 還有包括那些沉默成本啊 也就是你投入的一些 包括七年的青春歲月啊 然後還有就是 起碼要一百萬台幣才有辦法念完這個學位 然後還要可以考到這個醫師執照 然後可以去在外面執業 就是這所有的這一切 你都必須要放下 那很多時候你會發現 所謂跟隨聖經的指引去順流的話 往往意味著需要你去放下 你原本認為很珍貴的一些東西啊 那考驗就在這個地方 那這也說明了就是為什麼 很多時候順流好像很難的那個原因 雖然說順流這個兩個字聽起來是很輕鬆的 但是真的遇到課題的時候 你要能夠順流 你可能會發現那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甚至在一開始的這個體驗 寬速的穿越過程的這個體驗呢 反而是逆流的一個體驗 搞不好還比較多一點 所以你看這個是不是就是 對於很多人啊 對順流原本的想法 是顛倒的呢 那確實是經過了長足的學習 寬速的學習 然後才能夠逐漸去發現啊 這個放下之後 確實讓你得到了更多的多 當然這個最重要的仍然是內心的平安 這永遠是最重要的 內心的平安跟喜樂 然後但是也有很多很多時候我體驗到 就是說在外在 即便是在這個幻象世界裡面 我往往也因為這個心態上面 真的願意去放下 然後也得到了更多 或者並沒有損失 OK好 那這是我今天的一個分享 那下面呢我們也就是宣傳一下 就是我們這個2021年第一期 的這個網路課跟實體課 我們讀的是正文 帶大家去精讀正文 那我們才剛剛開始 那如果還有同學想要上車的話 請儘快私訊我們 那有任何關於上課的問題 都可以私訊我們 那我們會在這個網路課上面 每週的網路課上面 會帶你去精讀正文 裡面一些最重要的章節 最重要的段落 然後還會跟我們生活中的 遇到的一些課題去相結合 然後除此之外 當然還要帶著你去傳閱 你在現實中遇到的種種課題 那也都很歡迎你上來 在課上跟我們來交流 那這個學習會是非常扎實的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 都歡迎你私訊我跟我聯繫 那這個就是我們今天直播的全部內容 那也希望對你來說能夠有所幫助 那也祝福你在新的一年呢 能夠在寬素的學習方面 有長足的進步 然後年年更平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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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